不要为他自长短钱,他世上这一个月那是我的事儿 这件呢,我们从造型上看啊,就是,造型也不准确 还有这幼龄这种颜色,过于鲜嫩,修竹 也不是那么犀利,而且它是甘蔗,这个也是一个现代方式 我插一句话吧,可以可以 你刚才说了这个,这个东西呢,你刚才说了这个负贷表面 他拿这个扫号,这个从袋里,到底里,全部都是窝里边的 这个幼龄,这个颜色都是窝里边的 你从前面看也好,你为什么说这个颜色忙着呢? 您是个气性不对的 您有什么,就是说认为不懂,都可以跟我说 我肯定我这个不懂,我就想问你这个 他既然这个图子,这个幼子窝里边的 那怎么恨成不对呢? 那如果说,一个这个颜色窝里边要是对的话 那所有的都窝里边了 不是的,哪个窝里边? 看他表面的药粉,化工,发色,包括看他的胎质还有气性 我们还佐证他不对 如果说,一个青花,一个幼龄都是在右下 真的也在右下,假的也在右下 他只是这么一个做工 我说我不太认同你的这个看法 但是这个地方,你不认同 没关系,我认为您不认同是正常的 不是的,我并不是说,您说我这个东西 因为我是专业,您不是专业 我学了三十年,您学了多少年 一定看法不一样 但是因为说呢,我只是说,您说这个饭料 你不是说,您说我这个东西 没问题,假的,我理解 我明白,我理解您 假的,无认为,这边无认为 我再讨论这个东西 到底这个艺术是不是按您说的那个方法 那这个游里空来说 这个游里空,他少到的,全部摸下去 而这个,就没有摸下去 所以您说,这个是没有摸下去 对不对 再拿这个,我说,情话来说 这个情话也是摸下去 对不对,你无论怎么打也是摸下去 从台词,从这个造型 您说这个造型不是的 这个造型,我就搞王上插 大,我就搞王上插了 我插了所有的,关于这个 我说,这个游里空,这个小火下推 抖子下推 你说,我拿点这个造型不对 你要担心我这个造型不对 这个干不对 你要是说,我其他的方面 你说这个又下财 我不对 我觉得这个造型,想对来说 无论是在造型的照顾上 这个应该是对 如果对的话,现在市场多少钱那样 你不要问他,市场多少钱 市场这一个月那是我的事 不是你的事 你得要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对 或者是对 用你的管理 行 我并于是我的管理 这件是新的 这件是新的 怎么新的 这件我跟你说说 造型不对 造型比例拿捏的不好 我跟你说 这个比例拿捏只差一点都不行 比如说摄口,摄的大一点 是少的小一点 因为这种全身主义标准器 所以说它一定是有正常的这种比例 还有一个表面的光感 您有没有发现不为强烈 不强烈啊 这个不强烈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干一个说的就说 没事说我的 就把我说 这个给拿出来 它不形成武器 这个给那个 拿出来那个写的 此言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盖 好 表面啊 我刚才说 各位观众 另外 修毒 不吸力 拖泥带水 不是那干净利落 这就对吧 这个 原来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我那么利爽 要不过 跟这个现在的东西一样 那就不对了 跟你说 这个不对 我跟你说 这过去老的东西修毒啊 非常干净利落 不利爽 我不认为它利爽 我主要没有东西 给你拿 没有老的东西 这个修毒啊 太肉了 这个 这个 然后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个 就是这个观点 一定是老的 修毒干净利落 这是我的 不对 这个永远都不对 明代 之前 都没有那麽 像你说的 那麽干净利落 明代 元代 包括宋代 修毒一定是干净利落 非常犀利 不对 宋代更不对 您说这麽不对 但是一定是干净利落 这修毒回力了 一定是干净利落 好啊 那我再说啊 这种态励不符合马桑谷 我跟你说 范老师 干涉 我跟你说 范老师 明代的东西 未必都是马桑谷 你不能干他个里来说 对 你不能干他个里来说 我不是说 我说他 范老师 你这个观点 我不是弄 我自己呢 我是你的 但是有意思 我明白 我对你这个观点 不是弄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说 你往来讲 还有一些问题 你不要说啊 这个不好 他明代之前 全部里面都倒出来 现在这个也是你说的 而且里边 还只两年大 而且里边非常苦劳 这个明代的非常符合 明代的状态 你说的 至于这个里边 处理的 那些不是你说的 你比如再说 这个大石流油的前面 这个手指的黑人 这个都是这样的 我对 不对 我跟您说 您说 您从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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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一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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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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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非常干净利落 只有我们 现在 新的呀 才是拖地带水 另外呢 您刚才说 这个 麻藏土不一定 所有的都是麻藏土 您说这没问题 但是 雨在那个年代 能够用幼里红 能够使御库春的 一定是高档的 高档的一定是麻藏土 如果说 地方 杂窑可能不一定是麻藏土 像这种 御库春 属于平中 是手吧 你刚才说 没平是平中的 就这个 御库春也是非常高档的 一定是大窑口出的 就有麻藏土 地方小窑口 不一定是麻藏土 对吧 所以像这个一定是麻藏土 当然说了 我们按逻辑上说 就是这样 您非得说个例 那您老说个例 那就不能这么讲了 所以呢 这个不符麻藏土 包括刚才我再给您讲一下 您像这个 拿起来有手指的痕 或者这个 实际上这个 第一不是手指痕 第二我告诉您 是有几种方法 一个吹釉 一个荡釉 一个胶釉 像这个 青花或者幼里红 基本上都不是这种战釉 都是什么吹釉 偶尔会有什么的 你比如说在这种 其他的大瓶子 偶尔有一种 交幼的行为 也不是战幼 战幼大部分 在过去啊 单色幼的情况下 为了追求那幼稚肥润 它是战幼 像这种幼里红 如果幼得过于肥 那可能对它的发色 更不好了 所以这种一般的采用什么呢 吹幼或者交幼的情况下 不会拿手去占幼 这是一做工 就关于 包括这个 这些东西 我刚才给您说了 是一个新的 您再研究一下 这件新的 我也插句话好不好 因为是这样 您可以插一句话 也可以哪天我们探讨一下 关键 您现在呀 我给您说什么 您可能都博我 我说什么 你都不对 我可能说 比如说幼耳薄 那你说没有幼耳厚的 我说清华发色 那就没有好呢 您不是在探讨知识 您是在博我 我们今天来 您有地方可以叫我博 所以说我才博你 我不礼貌 打断你的话 你说话 你叫我幸福 我就没有博你的道理 因为我说的 不一定叫您幸福 因为我们水平不现 我知道 您是老实 师父您好了吗 一定在水平的地方 没关系 你什么事 我话起来 我说你不要感动 别哭 别哭 我别哭 没事 我跟老实 我再说 没事 没事 他耳朵背 那就说话声音大 好吧 这个 这么着 三件我给您看完了 可能咱们以后有时间 我再跟您去探讨 因为我们是健保 我也不可能一两分钟 会变成您的理论 跟我理论一样 我们还有一个认知的过程 如果说现在要聊呢 再聊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说了 再聊也没有意义了 我不可能改变您的观点 那么以后会慢慢的 您会认可我或者不认可我 好吧 但是今天如果再聊我也不认可您的理由 知道 以后也许您的水平比我高 我会认可您的理由 但是跟我一个时间好吗 我再说一句话 好的 我跟您说 我再给您说一个为您好的一句话 好吧 如果说玩古文 天天看出学问 会误导你很多 您现在在市场 您敢买东西 您买东西就会买瞎活 为什么呢 你的理论学术太多了 不玩叫眼力学 您说的对 但你说的 你得管理我 我跟你说啊 您拿一个菜谱 读菜谱 不会炒菜 真正会炒菜的主持 不读菜谱 您可以不认同 以后我们认同 好吧 好 谢谢您的参与 不要下 不好意思 那 您当心小心一点不要睡 没事 我可以的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